有一个带正义库轮的粒子 它的质量是1公斤 今天它用和均匀磁场夹37度角的速度射进去 然后速度是10公尺每秒 磁场的大小是2特斯拉 那请问如果粒子想要击中在A点正右方 80π公尺处的这个C点 请问在击中前 粒子已经旋转了几圈 好那今天我们磁场是朝右边 然后你一开始的速度跟磁场之间有个夹角 所以我们会知道呢 这个带电粒子在磁场当中的运动轨迹 会是个螺线形的轨迹 对不对 那我今天最终最终这样绕的时候 要恰好撞到C点的话 你在处理上要问转几圈 转几圈的概念就变这样 我AC之间的距离 你每绕一圈是不是就会前进一点 每绕一圈会再前进一点 螺线形的轨迹呢 有几个部分我们要去计算 就是说它的螺距是多少 如果我可以知道这个螺距 那你直接把长度除以螺距 你就可以算出到底它是绕几圈了吗 OK 所以这是你处理的一个概念 我AC长度会等于 看它绕N圈再乘上螺距 一定要刚好 它才会恰好撞到C 你如果不刚好 可能会在C这边绕过去 然后没撞到它 好 那螺距怎么算 螺距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例子的速度可以分解成 垂直磁场方向 还有平行磁场方向 我们在平行磁场方向 这个分量 Vcosθ 它是做等速度的直线运动 好 那螺距的部分 就是看它这样绕一圈 绕一圈 我可以前进多少吗 所以我的螺距 就是用这个Vcosθ 再乘上这个例子 绕一圈的周期 就可以把螺距算出来了 让我们看 想起来它这样写啦 我这个AC的距离是80π公尺 那今天总共绕N圈 是我要求的嘛 对不对 那我的速度水平分量是 Vcosθ Vta V是10 那cos 这里 37度 cosθ是4分之4 再乘上周期 周期为什么是π 周期直接带公式 带电粒子在均匀磁场当中运转的时候 你不论它的速度多快 它的运动周期一定是QB分之2πm 好 那把数值带进来 Q是一库轮 B是2 那质量呢 质量1公斤 所以我可以得到 它的周期是π秒 好 那既然我绕一圈要π秒 然后我的水平速度 这边算出来是多少 我的水平速度是 8公尺每秒 所以 我每绕一圈 它就会前进 这些距离 那这样N式就能算出来了 它总共呢 是刚好绕 10圈的时候 会恰好撞到C点 这些距离